台湾时间9月16日凌晨一点,苹果将举办新品发表会。 关于苹果即将推出的新品,网路上有很多猜测。 推特知名3C达人就笃定说,Apple Watch Series 6将会有全新配色,而且在发表会当天就能到苹果官网订购。 他表示,苹果会发布新款Apple Watch一般版和Series 6高级版。 Apple Watch今年将出新的蓝色调,iPhone 12也将采用全新的5页蓝色调,但具体的细节还不清楚。 此外他还说,苹果的新品支援快充功能,这一功能可能出现在新的Apple Watch或iPad Air 4上。 但WatchOS 7有顺年追踪功能,所以快充功能在Apple Watch上的几率比较大。 价格方面,其中一款产品,可能是iPad Air 4,价格为569美元至599美元。 普遍来源,小老鼠A0N小老鼠,推特。 过去他曾准确预测出WatchOS 7、iOS 14和MacOS 11 v3的各种新功能。 今年iPhone SE的功能,适用于iPad Pro的苹果Magic Keyboard的发布日期。 他也预测得神准。 所以国粉们对他非常信任。